国剑我们带您到高雄 高雄有传统的文化 这是宋江镇 但是没想到宋江镇 现在也有大学生赋予他创新的意涵 刚开始会被吸引 是因为听到 从远处听到鼓的声音 就觉得好特别哦 就是很累很惨 就是没关系 跑完就很值得 就是每次比赛 我觉得 下课就自己在广场上练习 拿刀 拿斧 对打 飞升跨越 兵器不长眼 人中被砍 牙齿被削断 手也破了 脚上伤痕累累 大学生们还是不愿意放弃 因为他们不只拿下三届高雄线宋江镇冠军 还远赴英国表演 受邀到爱丁堡一岁节表演 观众看得目不转睛 还忍不住下场体验 古老的宋江阵营的外国朋友满堂彩 这都要归功于高雄县长杨秋新 但中国都已经失传 所以台湾唯一 那这是我们民俗文化 所以我们就是来办这个 列入国家的十二大节庆 为了发扬宋江镇连续举办十届比赛 其中创意宋江镇已经迈入第六年 鼓励大专生来发挥创意 池天大学创意登龙夺冠 立得棒球队也来加入 现在吸引日本游客来观赏 我想我们希望把它转化成为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 但是这个时间还是很漫长 所以但是我们很高兴 去年我把它带上爱丁堡的国际艺岁节 已经走上国际舞台 那我们常常到国外去演出 把台湾文化走上国际舞台 向国际先养 八年来不断致力提升文化素养 不止宋江镇还请来云门舞级注点 在高雄县要有一个月的时间 这是我们从来没有的记录 非常的开心 其中最热心的 就是杨秋新县男所领导的高雄县政府 所以每年他们非常积极的争取 每年有超过三十场的歌仔戏表演 保留特有的皮影戏 又举办了亚太影展 高雄县积极培养艺术欣赏人口 4月10号来一趟内门宋江镇比赛 就能体验高雄县文化产业的能量